YMCA 好了 聽完YMCA 繼續RTM在旁邊 插一插嘴 不知道要解釋 剛才這首歌就是我選的 為什麼我選這首歌呢 因為這首歌經常在特朗普演說場上播放 為什麼特朗普選呢 這首歌是特朗普選的 因為我選擇播這首歌 是特朗普選在他競選演說中 經常播這首歌 然後他跟著跳舞 就是因為他覺得夠upbeat 他覺得夠young 其實已經很老套了 但是他覺得young 還有他覺得upbeat 配合就是說 如果你們帶了國民 都好像剛才那個年輕人 覺得已經很頂鬆 或者覺得很累 不用的 你們只要離我這個陣營 離我這個特朗普的大家庭 就好像去到YMCA 你還要開心 你還要有希望 而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選這首歌呢 就是其實呢 我是 現在有一段 現在中間有兩個星期就不是 但是之前呢 在上次競選和這次競選 我認為特朗普的競選陣營 其中一個義工 是其中一個而已 那我是 有做過他們的義工工作的 都計劃在 未來的月尾 和十一月的月頭 回到美國那裡 就是作出 我少少的貢獻 作出最後衝刺 所以呢也是為什麼 我選剛才這首歌 再補充回 剛才有一個 有一點 就是漏了 而這一點呢 我相信 香港所有KOL 又或者美國主流媒體 都不會講的 就是講回剛才 有關於那個偷渡的新聞 那我新聞也有講這個APP 而這個APP呢 當然啦 現在的鏡頭 可能是 zoom不到進去的 那這個APP呢 這個APP呢 在手機上用到 我展示這個 就是網頁版來的 就叫做 CBP-1 CBP-1 1就是1 那個意思 CBP-1 這個是一個APP來的 全本這個APP 就指的是 方便一些 過境的貨車 方便他們登記 進來海關的檢查 但是呢 現在這個APP呢 就已經被左膠 拜登和賀錦麗政府 騎劫了 這個APP呢 是美國人 納稅人所給的 錢所發出來的APP 而現在這個APP的用途呢 就是方便那些偷渡者 就利用這個APP 量得一站式服務 就是什麼 首先你想偷渡 你去巴拿馬 想偷渡過美國 咦 我不知道怎麼做 不用怕 加入這個APP 這個APP 你一lock in sign up 了 然後lock in 登入了進去 首先你會問你 你去哪裏想偷渡你美國 我去巴拿馬 就先去巴拿馬 然後你不需要輸入你 巴拿馬的passport 的任何資料 甚至是真名 都不用給你 給你一個seudo name 就是假名 就可以了 然後他會教你一個 全個流程 就是首先你在巴拿馬 去哪個機場 然後那個機場 就會每逢 每個月的哪一天 就會有一班機 這班機 就是拜登政府出錢的 包你這班機 這班機 一上去 就直接飛去 美國某一個州份 例如去免恩州 那樣的價錢 就是免恩州 就是美國東 美國 no for the Asia 就是美國本土 東北邊的 最東北邊的一個州份 就直接飛去免恩州 你一下機的話 然後你登記 你想會坐哪間機 就會 那個時間你一下機 就會有專人去接見你 然後教你 怎樣拿這個州份 由州政府所出的福利 包你租兩年 衣食住行全面 你住這家屋 不止包租兩年 還要水電園全包 而且這兩年 是會幫你找到工 你找不到工 那又怎樣 養多你幾年都還可以 或者這個 變相根本就是 民族當學 敢於拜登那些 是 即是不是鼓勵 慫勇的人 偷到美國 沒錯 沒錯 一站式服務 包上機票 給你用美國 納稅人的錢 沒錯 香港政府經常提出 智能城市 或者智慧政府 你救我們 美國偉大 左膠政府厲害 我們做一個APP 包你世界通行 全世界你想 偷渡過美國 你用這個APP 就搞定 我沒有被試過包不包香港 哈哈 但是你 提出這麼多的論句 說得出 民主黨政府 賀錦麗 拜登那些問題 你怕不怕被人說 特朗普支持者是邪教你 某一個姓吳的KOL 就說 信特朗普的人 都好像信邪教 這些邪教信徒 那你就說 我是 但是一個邪教信徒 居然說一些東西 是會有正有據 有根有強的 有理有據的 那不知道 誰是邪教信徒 就是說 你說我是邪教信徒 那個才是邪教信徒 我一定說 我才是邪教信徒 大家 明理人 或者是頭腦正常的人 都知道誰是邪教信徒 插一句 在這個今時今日 還有哪一個人 告訴你 是應該支持何錦麗 或者支持左交政府 或者左派政府 那個人頭腦一定有問題 無論他身份地位 是怎樣 無論他有多高的學歷 或者多高 在哪一個大的機構 曾經做過哪一個高層位置 都好 那個人頭腦一定是有問題的 是 是 好了 來到這一節 都要講一下 例如我們經常看那些環保L 有空又走去那些 繁高 走去博物館 這些名畫 又去撥一下東西 然後又去搞英國的巨石陣 那時候他生氣到我 又是 我見你天天舒服 有私人飛機 我搞糕 你怎知道搞了其他那些飛機 是吧 然後美斯的別墅 又走來闖入他 又走來搞 又走來噴 然後羅馬許願廚 然後 歐尼斯那條河 又會被他們搞 喂 其實這些 就是 然後他說 不是呀 你這麽小石油 有些氣候變化 這些很嚴重的 喂 TM 最近是不是那些人 又有些新的動作呢 沒錯 他們宣揚大學 必須要本科生 我所講的一室新聞 所指的 當然不止這間大學 其他大學 亦都是相類似的 一些教學的方針或者政策 我所講的大學 就是U.C.系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裏面的San Diego 這間分校 不過那間分校 拆開一點點 如果大家熟悉美國 又或者是 到一旁熟悉美國的話 可以多說一點點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即加州大學 有不同的分校 即是我們俗稱 U.C.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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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我所指的 就是San Diego 即聖地達哥 的加州大學分校 就說你會推人 一個強制性的 本科生必須修讀的 一個課程 就叫做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他們正式的名字 就是 Genderings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Requirements 就是這個 標準旗下 你必須要讀的Courses 這個Courses 顧面C 其實就是強迫你 一定要學氣候變化的東西 那他就說 我們所推行的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覺得 全球暖化這件事 非常嚴重 那每個學生 不論你任何 是啊 都要讀 那我跟著看到這句 我就想 如果 那時候 不肯定 之後呢 他報導 就是呢 這個聖地亞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如果有學生 是學跳舞 就怎樣 我學跳舞 都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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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讀全球暖化 而且左界覺得 你跳舞是跟全球暖化有的 所以你必須要學這件事 去到這個地步 那 接下來 新的學年 頭一年 入到的 First Year Students 其實7000個 就要讀這件事 那他聲稱 就是這個program 那個 製造這個program 的主辦 就是說 不會阻學生很多時間 不會令到學生 添加額外的時間 或者是精力 但是我想問就是 你讀一個大學的course 無論它有多簡單 我無論是online course 都可以 那你都是看那些影片 還是你做的樣子 就是我做online course 但沒有任何要求 沒有任何考核的 你自願看就看就算 但是照看這個報道就不是 這個報道就很堅定 就是說 所有學生都要讀這個course 而這個course 是這個course的一個整體program 分開40個課程 40個 分得這麼仔細 我讀一些名字給你聽 很好笑的 有一個 這個gender and climate justice 就是說 性別與天氣正義 性別與天氣正義 WTF 就是說性別呢 性別的定型 或者性別的平權 是與天氣正義有關的 我想問大家觀眾 你猜不猜到這個course 是教什麼的呢 我就猜不到了 或者各位觀眾 比我還要猜到 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Indigenous approaches to climate change 就是說 你怎樣用 你怎樣用 美國土著的方式 來解決氣候問題 喂大哥啊 我是土生土張 假設我是土生土張 白皮膚的一個學生 那為什麼要學美國土著 解決天氣暖化的方法 還有想問 就是 美國土著有什麼解決全球 溫室效應的方法 我也想知道 反而回頭 我聽到什麼 不如我現在 立即報回Fresh Grad 新報回 我想看看這些course 裡面的落在什麼 以你就是 你說你半個科學人 是 很多時候你用科學 就去看很多時候 是 你怎樣看那些 譬如環寶社會 他們這些 環寶L港 所謂的 哇 氣候變化的問題 其實講出一個 很根本的一個角度 雖然我是一個科學人 受過科學訓練 我不可以說自己一個 很高深的一個科學人 但是 一個根本的想法就是 我是不太相信全球暖化這一點的 我也不相信全球暖化 是由人類 唯一人類所創造 也不相信 這個現象 主要是由人類產生 更加不相信 這個 所謂全球暖化問題 如果真的有的話 對人類將來50年至100年 那個影響是很大的 其中我引述一個 就是 有兩個天氣經濟學家 拿下背掌級數 那個我忘記了 但是如果大家想挑戰我 或者想知道的話 我可以在自己的頻道 補回給大家聽 補回給大家看 補回給大家看 這兩個氣候經濟學家 就講出 他們經過一系列的廣泛數據 收集 收集 然後分析 然後得到最終的結論 就是 全球暖化這個 是一個 在所謂主流的學術界 得到一致認同的一個 這麼惡目的情況 其實 在之後的50年 只會影響 整體地球GDP 是不夠5%的 就是說這個現象 只會削弱全球GDP 5%以下 正正是因為 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不是純粹因為 這個例子 或者這個研究 去相信 全球暖化 就沒有這些 所謂主流的學界 說得那麼嚴重 但是正正是因為 我相信 全球暖化 是沒有那麼嚴重 或者全球暖化 不是由人類 主要人類產生 所以 你問我氣候少爺 可以的 全部都是bullshit 因為它的基礎 它的基本的立論 已經不成立 當然這個 都是啤梨漫步 這個 不是科學新知 不是陳志文博士的科學新知 所以 我覺得 不應該花太多時間 解釋我這個立論 另外 我們說一下 中東局勢 例如你看香港的傳媒 你會好笑 加上一些藍絲 伊朗又射一下 或者增長射一下 好啊伊朗 好啊 好啊 以色列死眼了 怎麼怎麼 想不想 以色列生活在什麼平民時空呢 最近聯合國 文靈就譴責 以色列眼闖 我們那些維和部隊的營地 但不是以色列說 人家珍珠黨 射一些反彈導彈 因為反彈導彈 對比他們火箭爆 它要攔截你 它又難一點 難過它高一點 所以都造成它有一些損失 搞到它要退後 然後當時造成那些 很大的氣體 搞到你們那些維和部隊 有15個人 吸入了氣體 不舒服那一刻 其實不是很大件事 然後就好像 古德雷斯聯合國 比斯商廣道 以色列 或者是這些戰爭罪行 很多時候 那些世界很多角度 都是比較 即它們不是根據事實 總之你 其以色列對面 你才是代表正義的 沒錯 以色列是在外交上面 或者向外宣傳處於一個困境 因為以色列只有一把口 聯合國 就有幾百個國家把口 有幾多個國家支持以色列 台面上 還有個國家 例如加拿大 或者美國 還說我們會繼續軍緩 或者繼續提供武器給以色列 但是暗地裡 其實都是做盡量很多事 特別是拜登政府 可以說是阻撓 或者去揣搖 或者干擾 這些以色列 維護它邊界的安全 差一點點 剛才你所說的 以色列 曾經 在這兩個星期 北楊的新聞 就是攻擊 他們和黎巴嫩邊境 接壤那些聯合國 圍和部隊的哨站 或者所謂Norch Tower 就是那些 站光塔 可以這樣說 或者觀察塔 其實在我節目裡面 都這樣說的 就是如果你在 我節目裡面有詳細說的 如果你是知道 又自1978年 這個所謂的圍和部隊 簡稱Unifil 這個圍和部隊 當你們知道 由1978年 這個圍和部隊成立 到今時今日 這個圍和部隊 有幾多劣德敗行做過 包括無能 怕和這些恐怖分子有衝突 接受恐怖分子的貪污 甚至乎是 刻意去傾向支持這些恐怖集團 就是哈馬斯 又或者是珍柱黨都好 你就知道 經過長年的 這些歷史的教訓 以色列軍 都應該深 如果我知道 以色列政府 或者以色列的軍隊都知道 這個所謂美其名 是維持和平部隊 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哈馬斯 又或者真主黨的齒輪 又或者他的幫兇 又或者他的分支 所以為什麼 以色列軍 可能是中層指揮 又或者下層的士兵 會覺得我開怕沒問題 甚至乎可能高層決定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覺得 你 我不講歷史 單單講回這幾個星期 以軍很可能覺得 你黎巴嫩呢 是故意利用這些聯合國 維持和平部隊的基地 作為他的黨戰牌 嗯 就說我躲在他後面 你不敢打我 但是你如果真的打我 我就用道德譴責這一招 也都就是說 公是真主黨贏 治就是以色列輸 你怎麼都是輸的 但是以色列 是一個這麼強硬的國家 他怎麼會中你這個計 我就照打你 但是新聞裡面都說到 我已經給足時間 幾個鐘 甚至乎一天之前 已經通知你 以色列的軍隊 維持和平和部隊 就說你好走的 你好找染病看 你或者你撤離這個基地 否則我會開炮 當時的 你找回所有報道 這些報道呢 是主流左交媒體裡面沒有的 我相信香港KR也都不說的 就是說 當時的維和部隊 接著頭已經說 喂 我們不會走的 因為呢 我們受到最高指示 就是聯合國的安全地使 最高指示 就叫做守住這裏 所以我們堅守陣地 嗯 說就這樣說 那以色列 你不走呢 那我就炮軍亂 可能就是一個 特地這樣做 就是知道你 這些維和部隊 感覺沒有吉利 也是怕打仗的 只要我呢 炸你兩三天 只要傷亡也不太大 你們就會向北撤退 即是向 黎巴嫩的國內 國內的土地 去北上撤退 那當然 正正就是 事實就是這樣 的而且確呢 他是分兩批 第一批三百人 第二批二百人 的維和部隊的士兵呢 就是 移回上 黎巴嫩更加內陸的地方 嗯 那今天 內塔利亞 剛剛二十四小時之內 亦都說出一樣 就是其實他們 是不想你維持和部隊 不能再在這條邊界 那裏 你們這班廢查 都是阻頭阻勢的 即是根本就是幫 或者真主黨造成這樣 沒錯 所以我是懷疑 按摺和部隊所說 我是懷疑呢 以色列軍特地就是 炮擊這些基地 就是要令到你呢 不要再成為 這個真主黨的幫兇 或者他懷疑你是 積極地去幫助真主黨 所以呢 我不是炮軍你 我也都看死你 你受到炮軍一兩天 你頂不住 就會向北上設 那就方便我 方便我做事 是不是 甚至說少少少 譬如你 遠東工程署 都是被人揭發了很多年 根本就是培育過那些 在加沙地帶的小朋友 真正的猶太 有報仇 沒有裝他 是 這個組 這個組 簡稱叫做UNRWA 你上網你都找到的 全寫就是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中文簡稱好像叫做什麼 近東援助工程署 好像是這樣的 名字 我記得 在康正 在自己的罪證分析裡面 曾經 就出過文件 出片出相 去證明 這個UNRWA 是一個聯合國旗下的一個組織 是積極地主動地 幫助卡馬斯這個恐怖組織 在區內的活動 是 例如 就讓他們進去 UNRWA 所知做的學校裡面 就選擇 什麼擇 選擇 什麼擇 就是選擇小孩子 他們覺得哪個小孩子有天分 就去調他去出 直接加入哈馬斯 成為恐怖分子 又或者在學校裡面 就教那些年輕人 怎樣做恐怖分子 哈哈哈哈 唉 即是你們說 好啦 我們先出一張照片 好啦 即是今天 這張照片又是什麼來的呢 那張照片呢 最下面那些就是 就是恐怖分子這個真主當所用的武器 左上角呢 就寫著一個紙盒上面的標 左上角 紙盒的左上角有個標誌 左下角就五個英文字 叫USAID 就是呢 都是跟USA的 讀法一樣的 就是USAID 嗯 那USAID的全名就是 United States Agenc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中文直譯呢 就是美國國際發展局 這個局呢 原本的職能 或者原本的成立目的呢 就是幫助世界各地 需要幫助的人民 去發放一些 例如是 糧食支援 或者其他各種生活支援的 一個救濟性的 聯合國 呃 不是聯合國 美國部門 但是 現在呢 居然呢 這個紙盒 居然印著這個部門 標誌的紙盒 就出現在這個真主黨 香港的一個武器庫 Weapons Cache 一個可能流動 或者是露天式的武器庫 的一個地點那裡 而這條呢 是片來的 這張是Capture的照片 大家上網呢 可以找回這條片出來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現在就有了 究竟呢 美國本土 由納粹人所資助的 這個美國部門 最終 所買回來的物資 是不是已經 不知道什麼情況之下 已經轉去留去 了這個恐怖分子 真主黨的手中呢 那但是 剛才我所說呢 有人懷疑 但是實際上呢 不用懷疑了 因為呢 美國的這個 USAID USAID 裡面 的 總檢察長辦公室 曾經出過一份報告 就是這個 2024年7月25號 畫面呢 都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等一下會講 這個報告的title 這個報告的title 就是 即是 這份報告呢 就詳細指出 即使在USAID 這個內部裡面的 總檢察長呢 出份報告 就是告訴你 是有已經足夠證據顯示 美國這個 原本想著幫助 國際難民 或者幫助 國際有需要的人 生活 或者過生活 的一個部門呢 這些資金 或者資源呢 已經流入了 不同地方的恐怖組織 包括 尼巴嫩 加沙 或者伊朗 都有份的 而呢 所以 這份報告也都說出 首先 這個局 就問這些 不同地區受資助的 NGO 即非貿易機構 就是說 究竟你們的資源 是不是留在恐怖分子裡 嗯 這份報告就說 這些NGO 第一次回應就說 不是喔 這些資源還在手上 我們正在容緊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他說 你繼續給我 沒有留在恐怖分子裡 但是之後呢 總檢察長 這個辦公室 繼續調查 就發現 有證據顯示 這些資源呢 就已經留在恐怖分子手上 而這份報告也都說 懷疑 這些受資助的NGO 就是主動地 將這些資源 就給 主動地 是 是 主動給這些恐怖分子組織 也都指控這些NGO 是說謊 明顯是造假的 他們certification 就是說 確認這些資源 是不是自己手上 這個過程之中 是造假說謊 是主動積極地去欺騙 USAID 這個美國組織 那 都之前 這裡講到有主動給 之前 譬如在加沙 或者有些人有些憂慮 就是 很多恐怖分子 他自己都會去排行 那些資源 或者甚至有些人拿了 你若細 我搶救你的資源 然後就 或者拿來 讓我們做分配 是不是 然後其實很多 這些東西都落入了 在恐怖分子的手上 沒錯 沒錯 這個Braidbrush的報道 最後一段 這段要先說明 所以 我不是一個 是不是 或者是一個 無理取留 或者是一個 無證無據之下 都作出指控的人 Braidbrush裏 這段報道最後一段 就是說 USAID 這個部門的 Administrator 或者是一個行政官 叫做Samantha Powell Samantha Powell 這個Braidbrush的報道指控 USAID的行政官 就已經是有一個 很長遠 很長時間的 反以色列的 立場的歷史 而且他也說 拜登 何錦麗的政府 暗地裡 主動地為 黎巴嫩真 主動提供服務 但是這段報道裏 就是沒有提出實際證據 OK 所以大家也要留一個 caveat 給大家 就是說 你看這段報道 都是小心 究竟他有沒有提出證據 但是 照我剛才所說的 一系列的環境證據 包括就是說 聯合國的物資 怎樣流去 包括阿瑪斯那裡 又或者是 聯合國維持 外國部隊 怎樣間接直接 又或者 暗地裡 或者浮面地 去幫助 真主黨 又或者剛才的新聞 就是美國 USAID 這個 美國聯邦政府的部門 那些物資 怎樣留在那裡的話 很可能 Braidbrush裡面 這個指控 都是真的 好了 最後 為什麼經常說 要突然 TM說 說就是說話說 最後我們再看一瞬間 嘩 說了那麼多 那麼什麼 突然間 你這樣想 說 很棒 發生什麼事 先 那這單呢 如果你看傳聞 就 劉慧 這單是不是 美國新的 這單都是美國新的 不過是跟美國新的關係 這個就是巴拉圭奧運游泳選手 她的名字叫做 Luanna Alonso Luanna Alonso Luanna Alonso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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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正統的原因 就是 你看完之後 都一頭霧水 不知道說什麼 就是 製造一個 不理想的 氣氛 在團隊裡面 創造一個 inappropriate atmosphere 然後 說什麼 就是 其實 為什麼呢 就是 其實 因為 她 這個 Alonso 或者我叫做 親切一點 叫做 Luanna 就 在這個 團隊裡面 發放一些言論 或者在她自己的 社交平台上 就是說 其實我已經開始 考慮 不再想在巴拉圭的 遊泳隊服務 我想轉投美國隊 哦 所以 就是美國新聞 而且 就是因為 所謂的 委員會的委員長 就說 她在隊裡面 創造了一個 不適合的氣氛 所以 首先把她 踢出奧運選手村 然後 令到她 可能自己一遭 可能意氣難山 就是覺得 我也是脫離選 但是 在她自己的聲明裡面 就是 我自己選擇走的 我也是一個 我正確決定 因為呢 我之後呢 已經訂立了一個人生的目標 新的人生的目標 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美國生活 嗯 我會讀 政治科學 是 將來呢 或者有一日呢 會成為這個體育部部長 都不支持的 是好 跟著呢 為什麼會有些性感想出現 關什麼事呢 性感想 當然啦 她本身自己的身體 就是這麼漂亮 大家看 很正常 美國左膠經常說 女性的身體自主 她喜歡她的身體怎麼做 不可以的 所以她只不過是給人看 嗯 這個也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呢 你看 dailymail的報道 才精彩 dailymail的報道 就是說呢 她剛剛就說 onlyfans onlyfans 這個社交平台 就開了一個account 這個account 就是收費付款的account 只要每個月 給27磅英磅 就可以看到她呢 成人內容 嘩 即是 有沒有動作的 就不知道 她沒有說 可能只是相片 也有的 但是 意思就是說 現在你各位觀眾 看到畫面裡面的相片 只不過是一個 很保守的尺度 很可能 你只要成為 他onlyfans account 的membership 的member的話 就可以看到她 更加火辣 steamy content dailymail 都用這個steamy content 就是更加火辣辣的相片 嘩 正啊 那有一幅相片 現在畫面沒有的 那一幅相片 就在Bae Buds的報道裡面 那一幅相片 那一幅相片 更加堅挺 嗯 更加好肉的 那一幅相片 更加正 今天很感謝TM 大家訂閱TM雪 是嗎 沒錯 很簡單的一個名字 就是簡單一些正常水平的 關於國際 美國的評論 是 沒錯 你好過看那些 真的 對 說真的 就算很多大名的那些 其實你問我 包括你香港 那些大名 那些大名 講那些國際 然後全部 不要說他立場支持拜登 我敢說 很多都是稀細到明 找人 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很多這些人 自稱GL 講美國新聞 是 他可能連一個禮拜 留在美國都沒有 嗯 當然有一個曾經在美國讀書 比較留長時間 但是其實呢 說實話呢 他都可以說是一個校友 是 我都不想開 因為校友的關係 但是他那個是留的時間長一點 但是始終都不是一場 美國一場的生活 就是不是很小的時候 就去了美國 然後長時間的生活 嗯 所以就不了解美國的情況 都是正常的 嗯 好 那待會 都還要有一節 雖然我知道大家現在 都不算很緊張 就是中國隊在領先 就是印尼 嗯 而被人家買了道夫 就買了中國隊贏了 是嗎 就是道夫 買了多少錢啊 不知道 看他會不會說 我們 就來到最後一個節